最近我国六省投资8500亿 准备开展一项号称世纪工程的内陆大运河计划 投资规模相当于建设七座港珠澳大桥 挖运河这事 中国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干了 一干就干了2000多年 现在又要继续挖 国内不少人不太清楚 历史上劳民伤财的运河 对我们现在到底有啥用 说一条运河能够改变历史进程 这话听着可能有点大 这事儿得换个视角做梦 比如苏伊士运河 可以说是英国殖民体系的大动脉 印度殖民地是英国殖民体系的核心 为了保障印度左翼的安全 英国先是开辟了南非殖民地和东非殖民地 为了保证印度右翼 又开辟了马来殖民地进军缅甸 但是英国人还是不放心 从法国手里抢了苏伊士运河 用来缩短英国到印度的航程 一定程度上说 英国殖民体系在日益衰落的时候 没有一触即溃 英国对于印度的控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缩短殖民地的控制半径 就是通过苏伊士运河来实现的 还有美国的伊利运河 在彻底开发完东部13周后 美国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开发西部 就必须把广阔的内陆与大西洋连接 但当时五大湖地区唯一能够进入大西洋的天然水道 在人家加拿大手里 这可咋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跟加拿大干一架 抢水道控制权 要么次力更生挖运河 思来想去 美国人觉得挖运河耗石耗材又耗人力 不划算 哪有抢来的香 于是选择一劳永逸的跟加拿大干架 结果没敢赢 还被加拿大一路反推 最后连华盛顿的白宫都给一把火烧了 被揍了的美国人才开始清醒 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埋头挖运河 伊地运河加快了五大湖地区的工业化 大批从欧洲驶来的商船纷纷掉头开往纽约 这就让美国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后面的事情大家比较熟悉 北方工厂主人手不够 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 最终爆发了南北战争 可以说伊地运河间接改变了南北格局和美国的国运 除此之外还有巴拿马运河 法国的莱茵马鞍运河 德国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等等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讲国内 在古代 我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 大家都在自己的小圈子生活 互相打交道的机会不多 有条路能让信使来往就行了 所以北方经济圈的运河 主要作用就是饮水灌溉农田 而其中最成功的工程就是秦国的郑国区 大家都知道关中地区卧野千里 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 渭水的两条南北向支流 经水和落水距离太远 中间的大片土地都是干旱的盐碱地 根本没法耕种 于是秦国开了一条运河 连通经络凉水 这个工程咱们现在说的轻松 其实可不是挖个沟那么简单 中国区全长三百多里 两侧还得修筑灌溉水渠 工程量加起来上千里 干了十年才完工 放到现在跟咱们的三峡差不多 这本来是韩国给秦国出的馊主意 他们俩当时挨着 韩国弱小经常受欺负 所以想了这个办法 给隔壁壮汉找点事 释放下旺盛的精力 也就没空骚扰自己 没想到秦人宿命 看破不说破 顺水推舟就把这工程搞起来了 粮食增产好几倍 国力大增 没过几年就把韩国给灭了 这是在北方 但南方雨水充足 水到密集 怎么也热衷于挖运河 这就得说说运河 另外一个重要功能 要知道以古代那个运输条件 打仗出征走陆路就是烧钱 每一队士兵后面 都得跟着粮食运输队 一路走一路吃 等到了战场 可能粮食也就吃完了 这时候水运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了 南方河流可以直接 对接青藏高原 这个亚洲水塔 水量大水网密 南方军用物资 主要依靠水运 比如五楚两国 如果打起来 沟通就比较方便 他们处在长江的上下游 如果互相看不顺眼 抄家伙上船 顺着大江就能见面 但是水系之间 就没法沟通了 比如吴国强大的时候 一直想做齐国 按照攻击路线 从南向北 走水路 就只能利用长江支流 这就有问题了 一方面支流 跑不了大型船只 另外一方面 顺着支流源头 只能把船开到两侧山地 还得下船换乘 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沟通长江支流 与淮河两个水系 这两条支流 加上一段 人工开挖河道 就是运河了 出于这种目的开挖的运河 比较早的是 吴国打通长江和淮河的寒沟 路线是从长江边的扬州 到淮河边上的淮安 寒是个古地名 指的就是今天的扬州 从这个意义上说 扬州这个城市兴起 还得感谢吴王夫差 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 大家注意 这种运河 跟以灌溉为目的的运河 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种运河是为了运输 你的船吃水三米 那沿途航道水深 必须三米以上 有些河段水太浅 并不具备运输条件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加深或者拓宽河道 有了吴国的样板 魏国一机令 就在黄淮两河间 挖了一条鸿沟 打通河道主要是为了 顺水而下收拾出国 这个鸿沟也长期存在于 中国历史中 楚汉争霸的分界线 就在鸿沟 后来三国那场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关渡之战 也发生在鸿沟 所以在战国时期 中国人就养成了 拼命挖运河的习惯 基本把江河淮脊四毒 连在一起了 说完黄淮长江支流水系 再往南就到了珠江水系 不过当时珠江和中国核心区 有武岭隔绝 沟通不便 武岭以南的广西广东 在当时的战国群雄看来 就是画外之地 所以没人关心 秦统一六国后 秦军南下最大的麻烦 就是南越蛮族的游击战 如果说搞正规军打法 秦军可以把南越虐争渣渣 一旦陷入丛林战就不行了 在湿热瘴气野人的袭击下 秦军损失惨重 甚至损失了一任国防部长 随后的秦军改变了策略 在南陵以南的河谷地带驻军 跟那些野人打持久战 但这就面临粮草运输的问题 人马翻越南陵问题不大 但如果持续的粮草物资输送 光靠赶着马车翻山那就不行了 所以五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 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工程上马了 也就是灵渠 施工方案还是咱们前面说的 找两个大河的支流完成对接 给长江找的支流是湘江 珠江的支流是离江 好在秦人有郑国渠都江宴 这种大工程经验打底 灵渠顺利完工 这才有天赋之国的粮食 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长江 湘江 灵渠 离江 进入珠江 不过在整个古代 灵渠的利用率都不高 一方面这条水路只是打通了湖南和广西 这两个地方在古代长期都不是核心区 都是穷哥们 只要不打仗 就没什么勾兑需求 另外一方面 穿越武岭还有另外一条陆路 也就是从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美岭通行 当时南北货物贸易量不大 陆地运输足够 而江西因为处在南北商路的中间 借着商道的福利 一直复数了上千年 大家看到了没有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从北往南把运河干了个遍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 终于可以说大家熟悉的隋唐大运河了 战国的运河都是各自为战 互相隔绝 就跟长城一样 各国家为了防备北方游牧民族 各自修建到秦朝才把各段长城连接 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而运河连通的时间一直要等到隋唐大运河的出现 隋唐大运河其实可以分成两段 从洛阳到扬州是一段 主要的行道叫通济渠 大部分利用了旧河道 比如当年卫国建造的鸿沟就是其中的一段 所以攻城难度不大 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 主要是隋杨帝要求工期太短 工头们只能是大力出奇迹 征用百万民工 没日没夜地干 所以整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这也让舆论给隋杨帝扣上了滥用民力的帽子 说他着急去扬州享受 纯粹是为了一己私欲 这个观点有点结果论的味道 因为隋杨帝倒台了 所以他做的事情肯定是政治错误 到现在互联网上还有大量自媒体 拿这个观点到处输出 把大家的历史观带偏了 其实隋杨帝修通脊渠的目的很明确 一是从江南运粮攻击洛阳 当时中原地带经过南北朝多年战乱 早就没有卧野千里的迹象 而京师人口众多 必须尽快把粮食问题搞定 二是刚刚打下南方的陈朝 新收的小弟摸不清底细 随修条运河直达江南 那意思就是不听话 分分钟大军南下收拾你 也是为了增加控制力 所以这件事本身没啥错 换做任何一个明军来干 都是可以拿来当成政绩 描描金边的 另外一段是从洛阳到卓郡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这一段叫永济渠 依然是利用前人的攻击 比如曹操修的白沟 这段运河主要是为了打仗 北京是争高沟黎的大本营 必须得备租粮草 所以隋唐大运河 跟咱们现在看到的金航大运河 不是一回事 整体形状就是一个折线 终点是洛阳 而且这两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连通 也就是船不可能从扬州直接开到北京 到洛阳需要再换成 洛阳不仅是整条运河的终点 也是南北两段各自的终点 即使枢纽也是核心 而咱们现在的金航大运河产生于元朝 元朝定督北京 蒙古上层一边把南方人定为帝国的最低等级 一边还需要南方输送物资 供养他们花天酒地 所以把运河拉弯曲直 绕过洛阳 从扬州直达北京 走势基本就是从南到北一条直线 这种走势虽然距离短 但是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咱们国家的地势西高东低 河流从西往东可以自然流动 但是如果南北走向 就涉及河水流动问题 地势忽高忽低 地势高容易断水 地势低容易积水 为了让河道保持均衡 就得利用水利工程 比如沿途建立水库 人为把水位抬高或降低 这就相当于逆自然规律了 所以京航大运河看起来距离短 不过施工难度却要大得多 特别是京航大运河需要穿越黄河 这又给工程增加了难度 而且这运河可不是一锤子买卖 后期维护的工作量相当大 导致这大运河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小修 三年一大修 就跟你养宠物一样 真正的花费还在后面 所以不是强国盛世 一般玩不了运河这种高级货 就跟你家境殷实 才敢养宠物是一个道理 元朝统治者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 玩水的经验几乎是顶 对运维工作量估计不足 以为宠物跟牛羊一样 撒在草原上散养就行了 所以对运河的维护不怎么上心 而且元朝重用色木人 其中不少老外来自地中海周围 内河航运不怎么收 但是玩海运人家可是身手就来 在这些人影响下 元朝的一部分物资 其实从长江口出海后 可以沿海路送达北京 运河就成了可有可恶的存在 就这么凑合到1344年出事了 问题还是出在黄河身上 黄河决堤 运河被拦腰截断不说 紧跟着就是大面积的黄泛区 不管又不行 朝廷正用民工修河道 这些人聚在一起碰撞出火花 然后就造反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运河没玩清楚 也是元朝灭亡的一个原因 所以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此起火 那是自己找麻烦 金航大运河真正起作用 是明清两代 一方面 这两朝代政治中心在北京 需要南方物资支援 另外一方面 南方比北方富太多 中央也担心江南离心离德 有一条大河连通 多少是个镇省 为了维护运河 朝廷也是下了血本 从明朝开始设立曹运总督 正部级官员 专门负责运河的维护 花钱如流水 据说平均下来 每年300万两的运围费 这个时候的运河 基本没有饮水灌溉的功能 单纯就是为了航运 围绕大运河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团队 官员士兵曹工船工 上百万人依靠运河吃饭 朝廷也是骑虎难下 明知道是吞金兽 也得硬着头皮续肺 到了近代 有两件事导致大运河的衰落 一是铁路兴起 早先南北贸易量不大 铁路就能满足需求 维护起来也容易 运河也就慢慢衰落 第二是国门打开后 海运兴起 江南地方物资从长江出海 沿海岸线向北 就能把物资运到天津港 部分替代了运河的作用 当然了 直接导致金航大运河 被废弃的导火索 还是脾气暴躁的黄河 1855年 黄河从北面掘口 大运河被切断 清庭当时内忧外患 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 干脆不管了 自此以后 黄河以北的运河 基本就荒废了 倒也不是完全短流 有些河段还有水 只是不满足通行条件 黄河以南水温条件好 水量充沛 稍加维护就能保持通行 所以一直保留到现在